好 其實這樣子很多人都不捨 之前這樣子走過四十年的回憶 而取消了人工收費 每個收費員的心中也相當的 就捨不得 包括了很多人是跟同事呢 擁抱 流眼淚來道別 甚至呢 是真的是一一不捨 凌晨十二點一到 收費員換下收費站旁看板 原本的您好謝謝變成暫停收費 關上電燈 國道人工收費 正式走入歷史 辛苦了 謝謝你 拿出最後一天意外收到的紅包 裡頭錢有多少 他們一點也不在意 因為裡頭裝的是用路人 對他們滿滿的感謝 只是這最後一天的工作 畫下去點 讓他們好難過 就要離別各奔東西 因為沒有 還是要離開的時候 不可能不離開 別再問了啦 再問下去真的會哭出來了 最後的打卡了 打卡下班一個個和同事擁抱道別 長年的工作相處和同事 請同家人 雖然臉上都掛著微笑 但內心真的充滿不捨 國道人工收費服務到 30號凌晨十二點 十二點半宜蘭投城收費站 就被拆除 成了全台最早和大家說再見的收費站 這一拆也象徵了國道人工收費 盛世劃俠據點 記者陳俊傑 林醫生 林維返 以台北宜蘭 裁縫的